大大的刑技頂編錯的招牌 怎麼被卸下放在地上 員工用清水擦拭 原來這間開在 幾乎廟口電機工旁的頂編錯 九日宣布吹息燈號 我因為十月份也差一點 刑技感測 我想說 我想說 就剛好身體也不好 然後種種因素 然後就先休息 牆上留有祖父 爸爸一手打拼下來的事業 傳承到第三代 但因為健康因素 老闆說真的必須休息 而店內忙著收拾 有員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相當不捨 一定會的 不過老闆員工都很好 這幾天我都沒有睡 為什麼沒有睡 是因為覺得不捨 失落啦 失落 就心情很失落這樣子 就覺得努力了一輩子的 那個是 好像是唯一的目標而已 我做這個從國小 國中開始洗碗 然後一直做做做到現在 頂編錯 原本是福州的傳統米食 是第三代老闆的祖父 在1937年牽台後 開始創立 回想到過去點點滴滴 老闆自己很不捨 而頂編錯 已經成了基隆廟口的代表美食 現在要歇業了 客人相當的驚訝 所以你在拆車在裝潢呢 你以為在裝潢 我剛以為是真的 沒有 就算是拆東西 真的要走 真的要走 老闆身體不好 真的就開倒 滿可惜的 幾次的調整 就是以前用大骨熬糖 然後近40年來 我爸的時候就把它改成 你用魷魚香菇跟小香菇 就沒有油的 吃起來比較清淡 就要那個 剛開始改這樣子 沒有人要吃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生活老類 都要搬骨工 沒有油 沒有油車啦 老闆說 真的不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生意好不容易慢慢回溫 但因為身體畢竟是自己的 健康要顧 希望先歇夜休息 未來有緣再相見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